明天 其實那個是一個 因為已經有不同的民調出來 其實見到民調 其實那個距離 那個百分點的距離大概是5至10% 所以我覺得那個距離 是有機會可以跑上來的 所以我在跟大家講 現在的選情是嚴峻 很希望大家為陳凱欣多走幾步 打多幾個電話 叫大家出來肯投票 我覺得是有機會的 所以是希望現在剩餘下的 拉票時間不是很多 所以呼籲也請到詩姐出來 幫忙呼籲多些市民 要走出來投票票 因為我們的社會 你見到已經是太多炒炒鬧鬧 我希望議會 真的選到一個務實理性的議員 進去立法會 我覺得海欣是有心的 她是真心而且是有決心 我們需要一些立法會的議員 是能夠為市民做實事 不是只有有破壞門战鐵 我相信海欣如果選入立法會 一定能夠服務香港服務市 其實因為我之前也有說過 因為距離投票時間 即明天就是投票日 很少的時間 我不想有任何評估 任何猜測國投票數字 去影響到自己心理 和身體的體力 我希望無論結果是怎樣 根本上我都是要用同樣的力氣 去跑這段路 很希望明天有一個很好的成績出來 因為我知道很多 我們香港其實有很多有心的人 都是支持建設的力量 因為在這次選舉裡面 我的確是大開眼界 因為我很清楚知道 什麼叫建設 什麼是破壞 什麼是矛盾 和什麼是對立 我覺得我自己是希望是建設 不是破壞 我希望香港簡精雪亮的市民 都應該是選擇建設的力量 所以很多謝師姐 其實剛才你問師姐她怎樣支持 她就是現身來到這裡支持我 我覺得這件事是很重要 因為是可以令到有不同的人的力量 可以令到多些人來信任陳凱欣 可以去投下這個信任的一票 請大家投5號陳凱欣一票 我們社會不公平一直努力打拼 明天就是你行使另一票的秘密 和你選擇一落地 會不會有優勢 其實我覺得無論做議員 做什麼我們都要貼地 去和市民去接觸 所以我都是堅持要貼地 希望無論剩下多少時間 都可以你這麼緊貼著 可以介紹自己的政綱 可以和他們握下手 令到他們有信心 這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都是繼續堅持用這個方法 不要一步去和市民去接觸 其實我覺得市民個個都很有禮貌 無論支持和不支持都好 他們如果是支持我 都好我走過來握手 其實我覺得是尊重他們的意見 總之不管他們的反應是怎樣 我都盡力去抓到他們那一票 謝謝你